嗯 他们听他们说这边有一个什么大瀑布哈 我我第一次看来看 他们跟我说挺壮观的 不是最近下雨吗是吧 你们家那边有没有下雨呢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中午好哈 他们说下大雨 然后那个大瀑布呀可壮观了 因为雨水的雨水的 然后感觉那个瀑布就看上去特别特别壮观 所以咱们去看一下要不 刚才我从这里路过呢 那里只有鸡鸭鹅呀是吧 没有没有人 我刚才说问一下呢 还说怎么走呢这个路 嗯这样吧 我们去看看有没有认识这边的什么 见到老乡呀或者怎么的 然后咱们去问一下 嗯找找找找找找能不能 从哪个地方去看那个大瀑布 这不见得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哈 上点关注下点赞 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如果是遇到老乡了 然后咱们咱们问问人家 呃这边路怎么走 带你们去看一下哈 云南这边的那个什么大瀑布 主播的话是平时特别喜欢出来拍这种风景嘛 还有了解这种人文 所以啊就到处去看 而且他听说这个瀑布的话是什么 呃一个岩石森林里面 他现在的话就是说很少被人工开发说进去看 那个瀑布的话就没有人工的呃改造过 全是纯天然的一个瀑布 我们到处去看一下好吧 哎呀这天气太热了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那那里几度啊 你们那里几度啊 直播间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中午好你们吃饭没有 吃中午饭没有 哎前面是不是有阿妹啊 前面是不是有阿妹啊 我们去问一下吧 好不容易见到一个人呢 怎么在在这在这儿见到呢是不是啊 我们问一下哈 哎阿妹啊 阿妹你好阿妹 你在叫我吗 啊对对对是个小姐姐呢 果然还好没笑错是吧 你有什么事吗 小姐姐我是那个 我给我接我跟你介绍一下吧 我是那个江苏自驾游过来的那个旅游主播 平时喜欢那个拍拍照 然后还喜欢呃看看风景 听说你们这边有一个那个大瀑布是不是啊 啊你要去大瀑布啊 大瀑布的话在后山呢 在后山对 那得从哪里走啊 你你能不能给我指指路啊 麻烦你了 这条路一直走就行了 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啊 对对对 哎呦阿妹呀是这样的呀 我我是开车过来里游的 然后我那个车是不是开不了呀 这上不去 你肯定上不去嘛 这条这里路就这么窄 等到去到山上嘛 那个路嘛就干够一个人走的那种 哎呀那个路只够一个人走啊 对啊那里都没有路啊 其实就是人走多了 他就是个路嘛 人走多了走出来的路你说的是 哦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哦证明就是车还是上不去的 对对对 哎呀这则怎么办呢 我还是开车来了 听他们说挺壮观的 那上不去可惜了 那你可以走路去啊 或骑摩托也可以去的呀 走路呢得走多远呀阿妹 走路的话差不多要走个三个小时呢 三个小时呀 对上路嘛不太好走 哎呀那三个小时你看这天气那么热呢 我也害怕晒呀这 可以骑摩托吗 骑摩托 对啊 哎呀阿妹 我那那那那我问一问一问一下 您好这边有没有呃 载人上去的摩托车 你家是不是有啊 嗯 装门载人的倒是没有啊 对啊 但我们家里面都是有摩托 哦你家里面有摩托啊 嗯 这是我家摩托们被骑出去掉了嘛 我爸我妈他们干活骑出去掉了 差不多还要过个一个多小时嘛 他们才回来 哦还得一个多小时才回来 对对对他们等一下要回来吃中午饭嘛 那你们家里面旁边隔壁邻居有没有 你帮我问一问吧 到时候多少费用吗 我给他一点 你能问我也行 现在这个点嘛 基本要么就是家里干活了 要么还在吃饭 哦还在吃饭是吧 对对对 哎呀那也不好意思问呀 那又不这样吗 你要不要先去我们家 我给你倒点水等一等嘛 等一下我爸都没回来了嘛 哦去你家是吧 对啊 哎呀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我遇到了一个阿妹呀 他他说是叫我去他家的 你们觉得我去还是不去啊 这人倒是挺热情的哈 我看我看他人挺热情的哈 讲的也是 看他也是那个 是吧 大哥大哥们 你们觉得去不去 去的话给主播扣个去子好吧 去的话我们去他家那个看一下 要不 去的话给主播扣个去 啊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啊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吧 哦都去呀 啊直播间呃直播间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我你们就是我的主心骨了好不好 遇到什么事情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你们就做我坚强的后盾吧 因为主播的话有一些事情可能不了解 包括这边的民俗什么的哈 你们知道的 然后我话说的对不对的 你们给我提醒一下好吧 然后你们看着一点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他们这边的呃 那个大瀑布挺美的是吧 这太热了哥 这个真的太热了 哎呀阿妹呀 你你怎么感觉你们这边的人 衣服裤子穿的都不太一样呢 怎么你穿的这个跟他刚才 我在另外一个寨子里面看的不一样 我们这边少数民族多嘛 我们这一片的话有十多个少数民族呢 那么多少数民族呀 对啊民族不同嘛 天呐 语言也不一样都不一样嘛 风俗也不一样嘛 语言也不一样 风俗也不一样 对对对 那你们怎么沟通啊 我感觉你们离的也挺近的呀 你说方言嘛 说本地方言嘛 哦还有本地方言是吧 如果说民族话嘛 他们说民族话我们也听不懂的 哦原来是这样啊 怎么怎么 我现在快到了 就在前面一点了 好好好 咱们跟着阿妹去他家看一下好不好 现在看一下啊 你家在前面是吧 不远了阿妹 不远了不远了 哎呀阿妹 你你家这边就是说 除了这个大瀑布 你们当地有没有什么 呃好玩的呀 那些地方呀 好玩的地方 对 好玩的地方 倒是也没有 哦但是过两天 我们这边要举行那个打歌活动 那个体制呢 过两天举行打歌活动 对对对 你们这个打歌活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跳舞了嘛 找朋友了嘛 哦是交友大会是吧 阿妹 对对对差不多这个意思 哦是这个意思呀 哎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听说过没有啊 你们听说过那个什么阿妹讲的那个打歌 哎 阿妹我一直叫你阿妹的 我也不知道你大我还是小我 我怎么称呼你呀 嗯你叫我阿布就行了 哦阿布是吧 对 哦这边很好玩的 啊姐姐 谢谢用户大哥送的小猩猩哈 漂亮漂亮是吧 你们都觉得阿布漂亮是吧 阿布挺漂亮的 怎么怎么快到了 前面那就是我家了 哎好的好的 哎 嗯 这不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打歌呀 听说过的吗 给主播扣个一没听说过的 我们问一下 啊问一下那个阿布好不好 没听说过的给主播扣个二吧 没听说过给主播扣个二 主播问一下好不好 你们 没听说过的给主播扣个二 哦没听说过 谢谢用户大哥送的玫瑰花好吧 哎阿布 嗯嗯稍微等一下 啊我问你一点事情哈 你你刚才跟我说这个打歌活动就是交友是吧 对对对就是啊 几个寨子都要来的吗 哦周边几个寨子都要来的 对今年还特别隆重 反正来的寨子挺多呢 我刚才倒是听说了 他说是不是有上千人的参加 那具体几个人不知道 反正寨子周边的都要来的 所有周边的寨子都得过来是不是 对对对 哎呀那那肯定挺热闹的是不是 嗯 你们这个交友大会是主要是 呃什么人都可以参加呢 还是说只限定什么人参加 男女老师都可以吗 几岁的人都可以去参加吗 哦多少岁的都可以参加 都可以参加吗 唱唱歌跳跳舞都是可以的吗 这就是主要还是年轻人去的多吗 哦年轻人去的多 对因为年轻人去嘛 嗯相互认识 哦就是他们有点类似像我们那边的那个 呃 呃习惯就是说相亲呀什么见面呀那种交朋友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差不多这个意思哦 你不以前吗那个年代吗 他路不通吗 哦是这样啊 对那个载子嘛 两个载子可能中间格格一座山 格格两座山 几个月也见不上一面 为了交流是吧 趁着这个机会嘛 咱们就全部人都在一起 然后相互认识一下 亲戚朋友吗 也算是见个面吗 哦原来是这样啊 呃新建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 阿姨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风俗的 可以给主播抠个那个啊 真能量给主播抠个真能量好不好 然后呃主播的话带你们了解一下啊 阿布他们这边的那个文化好不好 了解当地的文化 了解当地的人文文化好不好 哎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上点关注下点赞哈 没有点关注的给主播点个关注点个赞 不然一会卡了把你卡丢了是吧 到时候大瀑布也看不上了得不偿失是吧 哎 阿布啊 嗯 那你们这边就是说 啊小小姐姐小哥哥跳舞 那怎么交流啊 他这个跳着舞呢 怎么聊天呢 就 小小姐姐嘛 就很多嘛 像我们这年纪的啊 我们要去的时候呢 就会喊上自己的朋友了嘛 然后我们一起去 叫着你的小姐妹是吧 对对对 嗯 个人去呢也不好玩嘛 对 一起去 一起去呢 我们就手拉手在那跳 朋友多了好玩是吧 嗯 那些小伙子呢 就会在旁边就看了嘛 啊 哪家姑娘呢 他就过去去牵着他的手 就开始跳舞了嘛 哦 他喜欢那个小姑娘了 然后就去牵着手 对对对 然后问一下 然后就跳舞了 哦 不用问 万一喜欢你牵着他的手就跳就行了 在跳舞的过程中嘛 你就给他表白 就轻轻扣他手心三下嘛 哦 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他看上的小阿妹 然后他轻轻扣手心三下 对 呀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 小英小阿不您等一下哈 呃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听说过这个呃 这个习俗没有哈 听说过的给主播扣个一好吧 给主播扣个一 上点关注下点赞哈 今年祝你们挣个800万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啊 呃 直播间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刚进直播间的 不知道主播在干嘛的 可以给主播扣个一 主播告诉你们主播在干嘛 好不好 哦 那么多人扣呢 哎 阿不啊 嗯 那那你这边的话是这样的 如果是女孩子他 他不是呃 喜欢这个男孩子 那他他该怎么回应呀 还也是回扣他三下吗 哦也是扣扣手是吧 对啊 那万一女孩子不喜欢呢 就拍他手三下嘛 哦 那女孩子不喜欢男孩子了 就拍拍他的手三下是吧 对啊 这就知道了嘛 哦 这个男孩子就知道了是吧 对啊 这件事就只有他们两个知道 旁边人都不知道 那我能不能去呀 嗯 你也可以去啊 我可不可以参加呀 可以去啊 哎 我也想去 哎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想不想去呀 你们想不想去 你们想去的 哦 那么多人想去呀 你也想去呀 大哥嘛 你们都想去呢 那你们想去的话 要不就 关注一下主播好不好 上点关注下点赞嘛 你把主播关注上了 然后我们到时候一起去 好吧 一起去 只不见得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哎 还不啊 如果是这样喜欢了 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的呀 还是 对啊 就在一起了嘛 哦 就在一起了 对啊 他们两个如果说扣扣手 两个人都觉得合适了 他们就会约起来 就一起去 什么小树林啊 小河边呀 就没有人的地方 两个人就去聊聊天嘛 哦 就去安静的地方聊天 就上散步来聊天嘛 哦 是这样啊 嗯 哦 你也想去呀 你也想来个大哥 那 那聊聊天的话 一般会聊啥呢 就聊聊他们 家有几头牛 几亩地 然后呢 家在哪 就大概就是这样嘛 聊点 基本情况嘛 哦 就聊天 了解一下家庭情况 是吧 他们家的家庭情况 哎呀 这跟我们那边的那个 也差不多 类似哈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是吧 小小小啊 那个阿布讲的的话 他也是觉得像差不多类似 是不是啊 哦 你是大哥 你是让我问一下 你是外地人 然后有什么条件去那边 是吧 来玩 来玩 是不是有什么条件吗 哦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想来玩的 我帮你们问一下哈 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 好不好 直播间抠一个1 然后问一下阿布 你们来这边玩 需要一些什么条件 好不好 给主播抠个1 河北宾哥哥给主播上点关注一下 点赞好不好 今年祝你挣个800万 呃 这里是云南省啊云南省 哎 呃阿布啊 他们不是说外地的有一些哥哥姐姐吗 他们是外地的啊 他们没来没有来过这里 嗯 那来这边需要什么条件 然后去参加这个活动吗 你你一样来都可以吗 这个 都可以去参加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是吧 对 没什么特别条件 他主要其实还是打歌 就跳舞为主 我年纪小的像小孩也可以去啊 年纪大的啊 都可以去的吗 这个 哦 原来这样啊 就年纪小的年纪大的都可以去 都可以吗 这个都可以去的 哦 那挺好的哈 哎 嗯 阿布啊 如果是他们过来了 然后去参加这个活动了 比如说像我哈 主播也单身了 嗯 如果我过去了 然后 呃 跟他们跳舞 我有男孩子看上我了 他来扣我手心 我也一样的 要像那种你们做的那种做法去做吗 还是怎么说的 你看你喜不喜欢吗 哦 我喜欢了 我也要给他回扣一下 是不是 对啊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哎 啊不 那这这些的话就是说 啊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你们还想知道什么 你们可以直接问哈 到时候主播给你们问一下 好不好 嗯 你家里面有几口人啊 你现在带我来你家 四口人嘛 哦 四口人 对啊 方不方便呀 在你家 方便嘛 这个没事嘛 我爸我妈出去干活了 我姐姐也不在家嘛 哦哦 就我一个人在家 现在就你自己在家是吧 我得回去给他们做点饭 等一下他们回来就可以吃了嘛 呀那那不能太耽搁了 你你去 回去做饭呢 还得 是不是 那没事啊 反正他们回来能吃上饭就行了嘛 吃好饭 那不还得送你去大富富吗 嗯 阿布啊 你家是在这里了是吧 对啊 在这具有我家了嘛 那这样吧 我我也知道你家在这里了 嗯 旁边有没有什么小麦布呀 小麦布啊 啊 小麦布得在村口呢 你稍等一下阿布 哎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我来到他家里面嘛 是吧 啥东西也没带 然后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呃 来都来到人家了 是不是该 该去买点东西 我问一下小麦布在哪里 然后咱们去外面买一点东西 你们觉得买什么合适呢 来到人家家里面 肯定得那个呀 肯定得 哦 买 买健康就好大哥 买点东西嘎 盐州立大哥给个红包 哎 也可以给红包是吧 啊 都都 这些都可以是吧 那我问一下阿布好不好 哎 阿布啊 嗯 那你们这边是 呃 你说那个小麦布是在那个村口是吧 对 在村口要走路过去啊 十多二十分钟 对 二十分钟啊 对 呀 这天气那么热呢 是啊 你要买什么东西吗 你要什么东西吗 有些东西家里面有 我直接给你拿就行 没有没有阿布 是这样的 我爸妈说了 让我去到别人家吗 手里面不能空着 是不是 得带点东西来 你只要买东西给我们 啊 我是说看有没有需要的 我去买一点给你 你只要进了门 就是我们的朋友了 啊 朋友来家里面不用带东西的 走吧 走吧 进去嘛 哦 大哥你说是给他那个 发个红包是吧 那可以可以可以 要不这样吧 咱们 咱们等一下去 给阿布发个红包 好不好 直接去花发个红包 好吧 妈妈 怎么办 哎呀阿布 你家这些是怎么什么东西啊 采了那么多东西在这呢 因为是下一张的可以吃 哦 可以吃的呀 哦 可以吃 炒菜好香呢 好得了 和大哥哈 你说的我只在身上心上了 那一会这样吧 咱们去阿布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在那个 给他发红包 好吧 走吧 上来嘛 上去休息嘛 哦 要要要去楼上休息啊 对嘛 先去楼上先坐一会儿 麻烦等一下还要把你送走 不是给 啊等一下要把我送走 哎呀 不你刚才怎么讲的 怎么现在要把我送走了 好好的 走吗 请请上 嗯 我意思吗 你先上来你先坐你先休息 嗯 等一下我家里面人来吗 还不是要送你去 大瀑布还要把你送走的吗 哦哦 是这个意思呀 哎呀 那那那那搞得我 我都还以为要把我送去哪呢 是吧大哥吗 给我 啊行啊大哥 你说这样行是吧 咱们有规矩的人 肯定得那个 嗯 该给的要给一点 不能说是白炸人家白 啊 啊不知上面就是你家呀 哦对啊 对我们住的地方呀 啊这边都是你们住的呀 嗯 哇那么多房间呢 这些都是你们睡觉的地方 嗯 哎呦 这房子挺漂亮的呀 阿布啊 你看上面全是木头建造的哈 对我们这边房子都是这样 嗯 都是木头的 直播见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给主播点点关注点赞好不好 你们觉得主播做的对不对 觉得主播做的对的 给主播扣个对子好不好 直播间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哎呦阿布啊 那你家附近有没有什么 礼店呀酒店呀住的地方 然后我想找个地方住呗 还是想去看看那个什么打歌会 你想看打歌 嗯 等两天呢 我就是想着找个地方住下来嘛 我就等两天嘛 我们这边嘛 一两年也见不到一个陌生人的 因为没有的就从这边 要到镇上有 哎呀 镇上我知道呀 我昨天晚上就从那个镇上过来 还经过了两个寨子 才到你们寨子呢 对 那挺远的呀 是有点远 然后再怎么有 嗯 就这样吧 你住我家吧 你家方便吗 你家不是有四口人吗 你这房子都 我看 够住吗 够住吗 够住了 够住啊 然后对我姐姐住的 我住哪呀 那边我爸妈说那边我住的 那边还有个空的吗 你住那边那个房间 我住这个房间是吧 哎呀那那多不好意思呀 阿波 没事没事 住你家 就不知道你住不住的惯 农村房子吗 就这样子 你家这房子挺好看的 而且上来还凉凉的啊 挺舒服的 凉快一点 还套餐吃山吗 我们这边木头吗 这边到处有吗 哦 这边木头到处有是吧 对 哎呀 这房子挺漂亮的 阿波 我我我喜欢这个房子 不是说住不住的惯 那我能住这房子 我也觉得挺幸运 挺幸福的哈 各个结束叔阿姨们 你们看一下啊 他家这房子的话 全是木头建造哈 还是还是损某结构呢 各个结束叔阿姨们 哎 阿波 我住你家 你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呢 那你今天我来 来到你家里面 你姐姐也不在家呀 全部都 对 我姐出去了嘛 你姐去哪里了呀 她去那个彩排了嘛 彩排了 嗯 你姐是什么演员吗 还是怎么的 还要彩排呢 演员倒不是 是这样子 不是过两天那个打歌会嘛 嗯对 我姐姐去领舞 塞花姐去领舞嘛 哦 你姐姐是在花呢 对呀每个村在在花都要去领舞嘛 那领个大家一起 哎呀我说你那么漂亮呢 你姐你原来是在花呢 我姐更漂亮 天呐 嗯你姐要去参加那个彩排 然后领舞啊 对对对 哎呀挺不错的挺好的 嗯他要到下午才回来 哦他得下午才回来 嗯 呀在你家还能看到一个债花 挺不错的 哦就是打歌会 你姐还得去参加啊 是吧 对对对 哦 啊不太好了吧 这能见到债花也挺荣幸的啊 你稍等一下啊 哎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啊 你们你们想不想看他姐姐啊 他姐姐是债花呢 想那个主播扣个响子好不好 直播间扣个响子 想那个主播扣个响子哈 到时候带你们下午的话 带你们去看他姐姐彩排 或者看他姐姐啊 跳个舞啊 什么表演一下 好吧 听说这边的人都是那个能歌善舞的哈 你看他姐还是那个什么 嗯 债花呢 还要领舞呢 那证明是舞蹈跳得非常不错 然后才会参加领舞是吧 想啊都想啊大哥吗 你们都想是吧 哎呀一声伴你大哥 你是老粉 你是老粉还是新粉呀 你是新人吗 我这都是全是老粉丝呢 都看过我了 怎么你还没看过我呀 哦这是云南大哥 王兆王兆生大哥这是云南 哎 阿布啊 那这样吧 你看我刚才东西也没带来 然后我想着嘛 嗯 你家这房子我也不能白住 嗯 嗯我去外面住的话也得花个三百四百的是吧 嗯 我今天出门嘛 嗯因为自驾游过来身上现金也没对没带多少 因为现在都是 呃 那个手机了是吧 就嗯 不带不带那么多 你看我身上还有个 啊 还有个那个一千多块钱吧 我拿一点给你哈 拿个八百给你八百 一二三四 来阿布你拿着 我拿个八百给你 不能要这个 你拿着 不能要这个我们不能要 你进了家门我们就是朋友 朋友来家里面住 哪里听过要收钱那样 哎呀阿布 一码是一码 因为我来你家住的话 不能要 因为我们这边嘛 如果被亲戚知道被隔壁邻居那些朋友知道 人家会笑的 你拿着我们不跟他说 我们不跟任何人讲 就我们俩知道 不是这个意思 你收着 你自己收好了吧 这个 我就我们俩知道 空的也是空的 没事的你住就行了 你你们亲戚朋友笑你你说 是不是 我们这边只要进了家门 就是朋友 朋友在家 你不能那么见外 你住的就行了 没事 哎呀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这个咋怎样 你看他连连那个房费都不要 你说主播这做的对不对吗 对的给主播扣个对子好不好 不然你说这个东西 我在这里还 感觉白白住人家的 多不好意思啊 人他又不收钱是吧 哎呀 不你你这样不拿着你亏了呀 你们自己家是吧 不亏吗 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嘛 你来没来个人啊 家里面还热闹呢 哦 老何大哥啊 你说是买点礼物给他 哦 可以可以 那要不等一下我们去买点礼物吧 好吧 他不收呀 他说是丢他们脸 就是他们寨子里面的所有人都会笑话他 他说什么来者都是客 如果客人给钱的话就不好 是不是有这个习俗呀 各个姐姐叔阿姨们 你们经验丰富一些 我不知道呢 你们肯定比这个比我懂 是不是啊 你们你们教教我 我该怎么处理 遇到这种情况 你看这阿布长得又那么漂亮是吧 做的对是吧 那那我这个拿不了啊 要不这样吧 大哥们 我一会儿看一下哈 一会儿看一下 他们家是做什么的 或者说帮帮忙去是吧 咱们有力出力吗 有钱出钱 主播虽然不是什么 多富大富大贵 但是你说出点防费钱 还是能出去出得起的是吧 是吧 各个姐叔叔阿姨们 嗯 你过来就先坐嘛 你先坐嘛 好的好的好的 哎呀阿布啊 我是这样 我我昨天晚上不是在车上睡吗 你看今天在你家睡 那个好好太多了 你看我我我为什么图这个 我真的是说来搞笑呀 我昨天晚上在车上睡觉 我身上全是大包 被那蚊子咬的蚂蚁咬的呀 前半夜还好 我把窗子开关了 后半夜我想着 应该蚊子没啥了是吧 我就把那个窗子打开 结果我睡着了呗 那蚊子全进来咬我 给我身上咬的全是包 我我我用这个图一下 啊这是那个蚊咬的 啊蚊虫咬了 然后可以图一下 你有没有被蚊子咬 给我图一点 啊你也有是吧 对啊 刚才给我这里咬一大包 哎呀确实你那里红了 你拿去图嘛 拿去图 这个什么 蚊蚁油 啊 这个可以图吗 可以呀 我都是拿来图蚊子呀 蚊子包包 你你在哪儿见过呀 我叔叔的他他他有啊 哦你叔叔家有 对啊他在找朋友给他带的呀 但是他不是说图蚊子包呀 他跟我讲是这里不舒服图的呀 这里不舒服图的呀 哦是你叔叔那里那里不舒服图的 是吧 蚊子也能咬图 能 这个那个就是都可以 就是你叔叔那种情感 都可以对对对 然后你的蚊子包包 你也可以擦一下 哎呀 蚊子就不咬我了 对对对 那挺好吗 对这个这个用的可多了 这个用的用处可多了 嗯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刚才想看主播的那个 一身伴你哈大哥 你关注点了没有啊 有没有想看主播的 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哈 主播给你们露个脸好不好 主播给你们露个脸 就前两天 我这不是 崴了一下 嗯 可以吗 可以呀 小月那个 啊不你你你脚崴到哪了 你就就就 啊你坐你坐你坐着 然后那个你坐着你擦一下 你告诉我是崴到哪里了 就就崴到这里啊 我在还想着过来 天可能 哦 这个你可以 你看你叔奶买回来 他也是图这些地方的 我这个我们嘛 经常在外面是吧 这个东西可好了 我们这里当天的还买不到呢 哦买不到 嗯 肯定买不到呀 他走朋友买的 这个是那个香港大药房的呀 我看到上面写的呢 嗯 他跟你讲这个东西 嗯这个东西好 因为我们这边都没有哦 对对对 直播间大哥有想要的吗 哦你们都买过了呀 你们之前是不是买过了呀 都买过了 哦都买过了 哎呀 这不是卖不卖的问题 这个结束是阿姨们 我今天是真的被蚊子咬得有点难受了 要不这样吧 你们有多少人想要的 直播间有没有新人哈 今天刚进来的 我的老粉应该都知道了 如果是新人刚进来的 给主播扣个一 好吧 给主播扣个一 不过你这个还这么乎乎的吗 对 热热乎乎的是吧 对对对 这个跟我们自己弄的那个 还不一样呢 这样吧 新来的大哥们哈 这个我我这样 因为之前都是我的老粉 他们都知道 然后我给你们那个搞个链接吧 你们你们自己去 出个邮费 你们自己去拿 自己自己去拍一把 好吧 就你们出个邮费 自己去拍 然后多的主播就说了 因为这东西的话 用过的人都知道 都知道好呢 我叔叔就跟我剪这个图了 舒服 舒舒服服的是吧 对对 现在我也感觉到了 医生拜你送 送几瓶给阿妹 对对对对 他现在说嘛 他知道 所以说我想着 也是给他送几瓶吧 因为我自己车上也装 也带着 带着好多瓶呢 我到时候给他拿 拿几瓶过来 在我车上呢 医生医生就好大哥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新人你们扣一的 出个邮费自己去拍吧 右下角练机 自己去拍就行了 像我叔叔嘛 他就说这里 这里手 这里都能 可以可以 冬天小雨大哥 你想要几瓶是主播送你的 你自己去拍就行了 你想要几瓶你自己去拍 这个挺贵吧 这个 对看着就那个 它是属于香港大药房代购的 我们是朋友嘛 朋友的话 因为 那个香港大药房的那个人 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给我拿了一些 这个看着就很贵 我叔叔说 他在本地买不到 他也是托朋友 朋友给他带过来的 因为这个东西嘛 插的可以 那我婶婶嘛 这他媳妇嘛 这里 一个宝也是揉揉揉揉揉揉 这个挺好 可以呀 袁周厉大哥 你要拍五瓶 随便你 我咋主播送那个给你们嘛 也不可能说是是吧 不让你们去拍几瓶 你们有家里面主要是有需要的 需要的你们就拍的拍的去是吧 然后平时嘛 我主播不是经常出来出差 理由啊什么的 小玉啊 昨天脖子这里也是扭到了嘛 我就经常会带着这个东西 其他不带这个都带 嗯 对 其他 很适合我们的 其他直播间 他们都是卖五十九啊 六十九啊 还有一些是卖什么 三十九啊 三十九块九啊 两瓶啊什么的 都有 咱主播 咱主播的话是个实在人啊 然后今天遇到小玉 你看 他又给我 那个住房子哈 是不是 他家房子也让我住 然后他也没收我任何钱了 哦 你直接拍六瓶了 没事 你能拍 你就拍吧 你要几瓶 你自己拍 出个快递费 你们自己就拍回家了 这个东西啊 主播又不多说了 哎 阿布呀 你爸爸妈妈平时做什么的呀 你家这房子我看盖的挺不错的呀 我们这个房子 嗯 我们本地房子都是这么建的吗 都是南木头建的 哦 都是南木头建的 对啊 哦 你家平时做啥的呀 你爸妈那么忙的 我都没见到他 哦 他没站 你就出去收商货去了 哦 出去收商货了 对啊 这段时间各种商货正常计嘛 都能去收商货了 哦 你家是做商货的是吧 对啊 桌边几个袋子 要老百姓们上上去找找了嘛 我爸我妈就去收嘛 收过来了 哦 哦是这样啊 那你爸你妈离我们远不远呀 嗯 还是有点点远呢 哦 我是想能不能过去帮帮忙啊 帮忙呢 那你也帮不了 而且的话有点远的 我们两个如果走路去呢 太阳你看现在正最大的时候 挺热呢 挺热的 对对对 不用了 他们等一下就回来了嘛 是这样小月 哦 不是 是这样的 我是从那个 呃 过来嘛 是吧 我直播间各个姐姐叔叔 阿姨们全部都在直播间里面看着呢 就包括我同事呀 那些全在里面的啊 不 那刚才我的那边有一个老奶奶 她不是那个 晾那个水果干吗 我看那个芒果干 呀晾的挺好的哈 嗯 对 那那水果干 我觉得挺不错的啊 他他在那里比划啥 说啥我也没听懂 后面我还给他那个 我还给他拿了 呃 拿了几袋的发回家去 你家不是做三货吗 我行思着 要不我们过去看看 给你妈给你爸爸那边 嗯 打个招呼见个面 也顺便给你家拿点山货 我送送我亲戚朋友 好吧 二一三四你想带点山货回 啊 对对对 那你不用去那么也不用去那么远 家里面有 啊 家里面有啊 家里面就有嘛 你看那边那些 那个都是啊 嗯 带你去看 然后这些都是 又平常嘛 也会有老板会来 人家来了嘛 为了方便 就直接就上来 这边就中式嘛 哎 这边都是呀 哎呀我刚才还说这这这这这些啥呢 全拿几箱子装的呢 我还以为你家是做什么批发 或者做什么的 那个嗯 装那么多东西 哦 你家做三货批发的啊 对啊 这些都是 你要是什么 你自己看就行了嘛 呦 红血茶呀 嗯 我知道我知道 这个是那个什么金丝红血茶是不是 对啊 就叫这个名字啊 我们当时去那个西藏旅游的时候啊 人家当时呃 是那个高法吗 是吧 去到那边 我在那个啊 西藏那边 在礼店里面就是客栈里面趴了三天呢 结果难受的呀 给我后面那个客栈的那样礼店的老板娘啊 嗯 40多岁吧 四五十岁了 他看我挺可怜的 这小姑娘 我给你泡点东西喝吧 后面我喝了之后 哎呀 挺好的呀 这个东西 对啊 这东西可好了 嗯 当时我还跟我朋友一起呢 我朋友 嗯 第二天又去了景区 他听说好 那小姑娘讲的可专业了 然后还说什么四大奇茶之一呀 有两千多年记载呀 什么的是吧 嗯 然后好像五块钱一克吧 他买了一个 两百五 对 买了两百五十克呢 嗯 差不多花了他一千多呢 那 我反正西藏那边我们都是不清楚 云南这边景区嘛 基本都是从我们家拿的 那阿布啊 这样吧 你给我拿 不说拿批发价什么 拿几箱几箱 我拿不了那么多 我给你拿四代吧 你按照你的这个价格给我 好不好 你要拿你就拿得去吗 呀不行 你住的也不收我的钱 这个你得收 你不收我就不要了 那就按那个嘛 按批发价嘛 对 就一百五十八嘛 嗯嗯 你给我你给我拿四代吧 小那个阿布好吧 你要四代 四代的话 你就拿个 六百嘛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这样做对不对 我这样的话也算是帮他家了 是吧 给他们带来一点收入嘛 最起码 住人家家里面带一点东西 挺好的是吧 哎呀 你要那么多呀大哥 你确定吗 你要三千金 我的天哪 你也要啊 我我先那个 我先给把我的买了再说好吧 你们的我问一下 到时候我看一下 能不能给你们带一点 好不好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来来来 啊不 你拿着钱 我这里的话 我数了一下 还有两千块 你拿着 太多了 你给600块 哎呀拿着 傻姑娘 你不拿我就不要了 太多了 你看我还在你家住 你家还给我那个 还在你家吃呢 你看这两天呢 你还得带我去那个打歌呢 是不是